九三版的香港电影青蛇向我们展示了兽性、人性和神性的博弈与融合 这其中小青代表的是兽性 他不理解爱情与倦勇 只想自己开心的玩耍 白蛇和许仙代表了人性 互相爱恋、互相去牺牲 大海代表的是神性 毫不畏己 全力以赴的要维护三界的刚常 这部电影最深刻的地方在于 兽性包含了人性和神性 比如说小青 最终他理解了姐姐和姐夫 也理解了发海 人性包含了兽性和神性 比如说许仙他既贪生怕死 出卖了白蛇 他又心甘情愿地出家去拯救白蛇 而神性也包含了兽性与人性 比如说发海看到了小青诱惑 他就烦心打动 看到了白蛇产子 他就收了自己的法力 当然最后兽性和神性都败给了人性 说明什么 人性的东西是最长久的 但神性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其实孔子早就做出过相同的判断 只不过他老人家用的是 霸道王道和圣道 紫月 其一变至于鲁 鲁一变至于道 那这句话可以翻译为 孔子说 其国向好的方向变 就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准 鲁国向好的方向变 就可以达到先王之道了 这个话语虽然很简单 但寓意深远 这句话有三层意思 划分阶段 顺序进阶 终极对标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部分 划分阶段 孔子把老人家简明恶药 却又无比清晰的给出了国家或组织 存在的三个阶段 齐 鲁 报 为何这样说呢 因为在西州初年啊 天下分封 江子牙被封到了齐国 周公呢 封到了鲁国 但是周公呢 要居中建国 所以呢 就委托自己的长子 薄秦 代为治理鲁国 江子牙采取的是 尊贤 先书后亲 先义后人 那这就 意大于人了 这是强调武功 是典型的霸道政策 而江子牙到达齐地以后呢 当地有一个名士叫华士 拒不归顺 江子牙就派人直接把他杀掉了 有人就问江子牙 你为何去杀一个闲者呢 江子牙回答是 这个人他很有本领 但是不臣服于我 如果全国人都去学习他 我还怎么样去管理齐国呢 所以要杀掉他 而薄秦 他到了鲁地以后 采取的是 亲亲 先内后外 先人后裔 大家注意啊 这是人大于裔 这是强调文治 是妥妥的 王道之争 综合来看 齐国采取霸道 注重功绩 发展呢 较快 而鲁国采取的是 王道 注重文化 发展的比较慢 但礼乐制度 坚持的要比齐国好 周公听了江子牙和薄秦 分别的汇报之后 就断言 齐国呢 会强大 但是将来会有内乱 鲁国发展会比较慢 比较弱 但是呢 比齐国要长久 到了孔子的时代呢 齐国进一步走向了霸道 而鲁国的礼乐制度啊 也逐步变得徒有其表 但孔子认为 即便徒有其表 也比赤裸裸的抛弃比较要好 你只要坚持复礼 就可以很快回到先王之道 所以孔子为他们定了性 做了三级划分 齐国是霸道 鲁国是王道 先王呢 是圣道 第二点 顺序进节 如果我们想当然的认为 既然齐国最差 那在模式的选择上 就可以跨越齐国 直接到鲁国和西州的初期阶段 那不就可以了吗 这就大错特错了 第一 齐国的阶段不可跨越 孔子把齐国政策作为基础 就是告诉我们 初级阶段是不可跨越的 为什么呢 任何一个文明 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组织 你要想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就必须首先要具备战斗力 要有竞争力 因为宇宙的原力 其实它就是暴力 齐国在江子牙的带领之下 迅速从沿海的蛮荒之地 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国 而后代的齐桓公呢 也成为了武霸之首 这说明竞争导向的勇敢性 攻击性和兽性 是一个国家立足的基础 西州立国 虽然有周文王的历经图治 但没有周武王和江子牙的暴力革命的话 商周王他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你没有武力 你难以立足 但是仅有武力呢 难以长久 这是孔子治国他三级模型的第一个启发 第二个启发 鲁国阶段也不可跨越 齐国的霸道 不可以直接到圣道 一定要经过鲁国 这一步 这个结论同样深刻无比 从一个进攻型掠夺型的组织 直接跳转到里越飘飘的大通型组织 这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你的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是要适配的 要相互磨合和不断的优化 中国有一个五行的说法 它的顺序是什么呢 木火土金水 这个顺序下来顺序为生 跨序为克 隔两序为备克 就像我们的明艳所说的春午秋冬一样 你得按顺序慢慢的来 否则的话组织要出事 人要生病 孔子划分的霸道 王道和圣道 这三个阶段可以对标 兽性 人性 和神性 也可以用现代的管理学的理论来说 它是组织的1.0 2.0 和3.0的版本 第三一个 终极对标 孔子给出的治理模式 给了我们做企业管理 什么样的起翻呢 齐国模式是品质导向 竞争导向 和利益导向 鲁国模式呢 是品牌导向 顾客导向 和价值导向 而先王模式 是品类导向 生态导向 和共创导向 那么在齐国模式下的这些企业 注重的是产品质量 注重的短期效益 经常呢 是打价格战 把超越竞争对手 作为目标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很多 像什么饮用水啊 方便面啊 火腿肠啊 这些企业 包括一些互联网的服务型企业 都是如此 而鲁国模式下的企业呢 注重的是品牌塑造 关注长期收益 注重维护价格的稳定 把满足顾客的持续变化需求 来作为企业目标 比如一些耐用品生产企业 轻奢型的品牌 都是如此 那么在先王模式下的企业呢 注重成为品类的领导者 关注一个行业或产业的生态健康 关注社会工序 粮足和品牌之间的关系 把构建和谐有序的产业生态 作为终极追求 比如一些独角兽企业 就是如此 孔子他老人家用阵容发挥的思想 来告诉了我们 当我们还很弱小的时候 你还是游击队的时候 你不能鼠目聪光 一定要有成为王者之师的远大理想报复 当我们有了社会地位 有了稳定的利基市场的时候 也不能够忘记出心 不能丢失亮剑的勇气和能力 刘慈欣呢 在三体当中 他那句话是对孔子他老人家 最好的呼应 失去人性 失去很多 失去兽性 失去一切 这里是几古灵金 关注我 让行动者思考 让思考者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